大家好,我们这个视频讲的主要是decision tree和它的一些衍生版本,tree in symbols 那么decision tree决策术在machine learning这个领域里面是经常会被用到的一种modeling 但是在最近这些年,它实际上是慢慢越来越少的被使用了 因为它这个trade的structure非常简单 我们之后的详细的介绍里面大家会看到 它这个structure简单的话呢,就导致了一个结果 就是它的prediction的power不够强 所以它的很多extension,它的衍生版本的modeling 实际上是更被广泛的,在最近这些年被广泛的使用起来 比如说像,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random forest啊 或者是像boosted decision tree等等 但是我们如果要理解这个概念的话 肯定是要从最基本的concept开始讲解 那就是decision tree 那么decision tree从字面上去理解,就是决策术 那它的结构呢,就是一个树状的这么一个结构 它最主要的function就是把这个数据进行一次又一次的splitting 一次又一次做这个subsetting的这么一个工作 那么我们比如说有这样一些training data 我们来讲一下说怎么利用这个training data 去generate一个decision tree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些人的数据,他们的身高体重等等这些数据 然后以及这个人是不是肥胖的这么一个结果 也就是我们想去predict一个outcome variable 或者叫target variable这种labeling 这个我们上一次的课程有提到过 那么所有的这些training的数据经过第一个节点 这个root node叫这个根部的这个节点 那么这个每一个节点包括根部的节点 或者是internal的node 都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个binary splitting function 那么具体而言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根部节点 可能是这个人的体重weight这个feature 是不是大于200磅 那么如果大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归到左边的branch分支里 如果它小于等于就把它放到右边的这个分支里头 那么然后进入到左边这个分支的这些数据呢 又会进行又会遇到了这个一号节点 这么一号的一个splitting note 那假设我说这个一号节点 它的splitting function 是说这个人的身高是不是大于170公分 如果它大于170公分呢 我们就把它放到左边 如果它小于等于170公分 我们就把它右边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说 这个四号节点现在已经是经过了这么两层splitting 分过来的一个subset of training dataset 所以这里的这些人呢 是怎么 它的体重大于200磅 身高又小于170公分 但是大家记着说 我们实际上是知道这些人 他到底是不是肥胖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training dataset 所以我们是知道这个label outcome variable的label的 那么用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可以把最初的这一坨training数据 把它分到若干个最终的leaf node 这个叶子的这些节点 所以其实每一个叶子节点 都是一个subset of training data 然后呢 根据这个叶子节点里面的数据 它这个label的情况 我们可以assign一个label outcome variable的label给每一个叶子节点 比如说 这个9号里面 它一共有20个人 然后18个大多数 绝大多数都是胖 肥胖的 那么就是把肥胖这个class 给assign给这个叶子节点 那么如果有了新的数据 新的test data的话 利用同样这么一个trace structure 比如说新的数据的话 我们还是有它的身高体重 等等一些feature的信息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肥胖 就是我们不知道 它这个outcome variable的值是什么 那么利用这样一个数的结构 我们可以进行推测 那么呢 就看这个新的test data point 会最后花落到哪个叶子节点上 那么根据这个叶子节点 我们assign给这个叶子节点的 outcome variable 我们可以去predict出来 新的test data它的class是什么 所以像刚才说 比如说这个叶子节点里面 大多数人是肥胖的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肥胖 这个class给assign给这个叶子节点 那么新来的一个test data 它也被归纳到 它也被分到这个叶子节点 那么我们就会predict这个test data 这个人是会是一个肥胖的这么一个class 然后右边的话是另外一个小的例子 就是相当于每一个datapoint是这么一个照片 然后呢 我们已经利用了training的数据 比如说一系列的照片 得到了这么一个tree的structure 然后呢我们已经有了每一个节点 它的splitting function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tree structure 去判断一个这么新的一个test data 它的结果 它的outcome variable 它到底是一个室外拍的照片 还是室内拍的照片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说第一个root note 它的splitting function是说 这个照片的上半部分是不是蓝色的 那么看一下我们这个test data的datapoint 它的这个上面这一部分是蓝色的 那么我插一嘴 就是对于照片这种数据来说 它的feature就是像从这个照片里面提取出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像上半部分是不是蓝色的呀 中间有没有人呢 像素每一个pixel它的颜色呀 它的位置等等 是这种的作为照片的feature OK那么回到刚才说这个decision tree 第一个root note的splitting function是说 照片上半部分是不是蓝色 然后呢一看是的 那么这个照片就会被划分到右边的branch 那么下一个criteria呢 是说这个照片的底部是不是也是蓝色的 然后呢我们说发现这个不是蓝色的 所以呢它就会被分到这个branch 一层一层一直到最后的被分到这个node 这个leaf node 这个叶子节点 那么这个叶子节点它的class是outdoor 所以我们就会给这个test data test的这张照片 classify成它是在室外拍的这么一个照片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笼统的一个introduction of decision tree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已经讲了decision tree这个structure里的key concept 所以每一个split note split note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个根部的root note 包括internal的这些split note 当然不包括leaf leaf已经是到最后的我们去assign一个outcome variable的这些叶子节点 叶子节点是没有split function的 所以每一个split note都是有一个binary split function去被apply 那么这个function呢可以是any function of input data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实际上是最简单的那种情况 就是只用一个feature的作为split function 作为这个binary split function 那么每一个split function它的evaluation都是depends on our previous evaluation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进入到这个split note 那么它肯定是已经经历了之前所有previous note的这个evaluate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如果这个人看这个人是不是肥胖 它如果能到这一集的话已经说明它已经被evaluate 它已经被ivaluate 它已经被 它已经被 这一集 Reyes Gun